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二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昨晚警方的O記探員 聯同機動部隊警員 在十時多 在尖沙署一帶進行反罪惡巡邏 並執行違反防疫規定人士的執法 即是不戴口罩那些 探員首先進入天文台道8日一棟雙下查看 其後前往洛士佛台一棟查看 期間向酒吧及食股顧客看身份證 並了解在場人士有沒有遵守相關的防疫規例 另外在今早大約5時30分 警方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港島總區返黑 西區刑事部 水警藍分區及機動部隊 根據情報及調查 再聯同入境處及漁護處 漁龍自然護理處 代號這個聯合行動 展開這個聯合行動 在香港仔魚雷批發市場一擊 打擊黑工及非法律警者 近百名執法人員 拉起封鎖線 並登記核實在場人士的身份行動中 警方共截獲416人 當中4個被刑中 涉嫌非法入境及違反逗留條件被捕 被扣查 其實已經被拘捕了 警方這陣子沒有事要做 到處去 總之你們出去小心 我看不到你們了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見識性留言 請大家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lkf niepe اش raus know the blog 我們先做一些讚助 聽升其易得道 可能都會驚 那我認為 裝了VPN 對你可能有保障 來因為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 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對你們遊戲經過 用著本台這條連結 很有空 希望大家得到 merchandise 感谢观看